改革开放初期 它以开拓者的胆识 主动与乡政府签订厂长个人风险承包合同 开创了浙江企业承包改革的先河 并首创浮动工资制 在它的带领下 万象集团从一个小作坊 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 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 并开创乡镇企业 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 勇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 2018年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万象集团公司董治局主席鲁冠球 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记录财经人物 见证时代精神 欢迎收看财经人物周刊系列节目 改革先锋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位改革先锋人物 被誉为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他创造了许多奇迹 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的乡镇企业 第一家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的乡镇企业 成为了改革实践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他就是万象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鲁冠球先生在2017年病逝了 这让很多人为之震惊 为之惋惜 今天我们借助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和当年亲历者的采访讲述 再次走进民营企业家鲁冠球 共同感受他那段特殊年代里的 创业人生 那个家离单位不是很远吧 应该不堵车十分钟吧 十分钟 十分钟 他每天上下班喜欢看着人家这样放风筝 周边没有了 因为开发的时候全部都开发掉的 人家最早的那老屋子也就在这里 对对对 原来就住这么小 对啊 对啊 原来可是大房子了 你现在看是小 是吧 原来可是大房子 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宁维街道的一处平房 与周边的高楼大厦相比 这间不足20平米的房屋 这间不足20平米的房屋 显得很古旧 就爷爷奶奶都是在这里 你走过来看一下吧 对 这里面没有不规范了 就堆东西了 我爸专门有时候还走过来看一看 对对对 这里就这样两间房 半年多来 鲁卫方每次经过这里 心里都会生出些许伤感 因为这是他父亲出生的地方 那还是解放前的1944年12月 鲁冠球就出生在这里 现在围墙围起来的一家 萧山位于乾塘江湾 拥有天下奇观乾江潮而闻名于世 然而当年乾塘江带给周边居民更多的 则是险恶和贫穷 沙地 贪土上 生长得赖以虎口的农作物 一遇到台风大潮 庄稼就会全部毁掉 真的吃不饱 吃不难啊 这是过去讲的 现在讲的 现在年轻人 根本是不理解 这么为吃不饱 家境贫寒 鲁冠球14岁时不得不辍学 父亲希望儿子 能够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 但鲁冠球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要进城当工人 当工人是老大后就吃香了 当工人因为地位也高了 吃饭那么你解决了 你说能够做工人啊 那也是非常光用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 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年代 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均衡 工人和农民社会福利差异较大 一个农民想进城成为一名工人 渠道非常有限 1959年鲁冠球寻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萧山城里一家铁器社 招收学徒工 鲁冠球不顾家人反对 报名进了工厂 我们农村里叫做市场什么最苦 当天 要是 摸豆 我是当天 轮大锤 拉风箱 鲁冠球的铁匠学徒生涯 就这样开始了 进城当工人的梦想 也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越发真实 然而三年学徒期刚要满师 鲁冠球即将转正的时候 一场意外的变故 又让他回到了起点 60年金兵建政 金兵建政快点就到了 今天又怎么回来 对 他城市的人 他因为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必须得回到农村 北京检回来以后 鲁冠球便开始琢磨自己的出路 那时候村里的乡亲们 加工米面都要跑到 六七里外的极镇上 鲁冠球便和家人商量 在村里开办了一个米面加工厂 那个人都是解体 个体也很少 这种工资 你要稍微搞了大一点的 不允许 这样子也搞了六年 完了七个地方 这里不行 哪里不行 真的动斗西藏 米面加工厂 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 东斗西藏 勉强维持到了1967年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割掉 被查封的命运 鲁冠球变卖了设备 又要求父亲变卖了一间组屋 才还清了之前开场欠下的债务 随后 心有不甘的鲁冠球 又开始干起了修理自行车的行当 这个不行 那个不让 创业的打击 并没有磨灭鲁冠球当工人的梦想 那时所有身边的人都劝鲁冠球 收手吧 安心当个农民不好吗 可鲁冠球的脑子里 依旧不停地转着开工厂的念头 我当时人家就觉得 我爸是一个很怪的人 就说就是一个不安分 那你回到农村 你就安安地稳稳地 你就待在家里 你干点龙活 找一点别的活做做 他就不愿意 就不愿意 他就整天就 这个不行换 那个这个不行换 他会坏 不管你怎么批我 怎么讲我 我觉得是干 还要干下去 可究竟怎么干呢 这一次 靠在城里工厂学到的手艺 鲁冠球又在村上 办起了一个铁匠铺 不过 前几年开工厂的教训 不得不让鲁冠球面对现实 为了避免再次被割尾巴 鲁冠球事先争得了 大队干部的同意 获准使用 大队农机修配组的招牌 你给我几公分 我占了钱给你 这一变通的做法 让鲁冠球名正言顺地 干起了工厂 虽然小打小闹 不怎么赚钱 但毕竟不用再东躲西藏 如今走进万象集团的大门 一眼就能看到一座 建在花园内的小凉亭 外表看起来极为普通 然而对于万象人来说 这个凉亭却意义非凡 这里被看作是万象集团的起点 1969年 鲁冠球在村里开铁匠铺没多久 又有一个机会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正好有这个妓女来了 国家有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民工人 可以搞一个冷机修配产 这一个消息让鲁冠球眼前一亮 他找到公社领导 表明了自己的意愿 1969年7月8日 鲁冠球的铁匠铺 由大队农机修配组 变成了名为公社农机修配厂 人员依然是包括鲁冠球妻子 张金妹在内的七个人 当时修配厂的地点 就是现在这个凉亭所在地 万象人把这里叫做铁匠亭 那么这里七个人 三个人 二个人 好 开始就是搞笼机 拖垃圾啊 各种笼当劳机啊 铁匠铺变成了修理厂 名字大气了不少 可是接下来的经营 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虽然修理厂变成了集体企业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一家舍办企业是不在计划内的 既没有原材料 也没有买卖产品的指标 一切全靠自己想办法 那么他就没办法去搞费量 煤也不供应的 人家的煤在那边捡出来的煤 他去买的 没有交通工具 用支援车带 收废铁 捡别人用过的二煤 鲁冠球的铁匠铺 艰难地维持着生存 到了1973年春天 鲁冠球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消息 江苏镇江码头 有一批军工废脚料 足足有300吨 一批对别人来说 没有用处的废脚料 却让鲁冠球如获至宝 他迅速赶到镇江 买下了这批炮筒料头 300吨炮筒料头运回修理厂 堆满了厂房前面的厂地 鲁冠球笑了 这下子几年原料都不用抽了 可是问题转瞬又来了 厂里没有氧气切割机 如何把千斤重的泡筒料头 切成大小合适的材料 妻子张金妹在一旁说 我用电焊机一块一块地切开 无非是花点时间 花点力气 从此不管天热天冷 不管天晴下雨 张金妹这一切就切了两年多 一切都进了五八公斤 这么大的材料 我们要给他做人 一跌一公斤 一跌一公斤一跌一公斤一跌一跌一跌 我们靠这里起架的 靠着大炮筒子 身材里倒 因为材质好 做工精细 名为农机修配厂生产的镰刀 很快在当地有了名气 可一个小县城的销量毕竟有限 鲁冠球兴冲冲地背上一大捆镰刀 来到了杭州市农机公司 然而门刚刚推开 就碰到了一鼻子灰 他就不要 他我们对于机外的已经做二排了 鲁冠球好说歹说 可人家就是不要 临走时 鲁冠球留了个心眼 悄悄地把那捆镰刀 放在了农机公司办公室的角落里 回来后 鲁冠球一边忙生产 一边东奔西跑 推销产品 渐渐忘记了那款镰刀 没成想 半年之后的一天 一位杭州市农机公司的领导 突然急匆匆跑到修配厂 找鲁冠球 说需要大量他们生产的镰刀 他这个硅干的要拿不到 不要有了 拿不到 东西供不了户了 那么陈庚是在接了 原来这一年农耕大忙来临 农机公司定点生产厂 无法完成订购计划 而辖区各县 又纷纷向农机公司要货 情急之下 想起了半年前 乳罐球放在角落的那股镰刀 才按图索计找到了修配厂 在这之后 农机公司不但包销了 鲁冠球生产的全部镰刀 并且每年调拨50吨钢材指标 指定修配厂生产镰刀等农业器具 没有原谅我们自己造的 没有实战 我们真的是极外经济 想必须干弯当局造的 我总相信高七年来 冤天诱人绝对没错 你小姐被关一定就像死亡 我们只有自己大大事实 结果奋斗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 你鲁冠球是用大炮筒 轰开了旧体制的大门 鲁冠球却很认真地说 我们只是用小小的电焊机 切开了旧体制的一条裂缝 1981年的冬天 全国汽车零配件展销会 在山东江南召开 让很多客商感到好奇的是 在展销会场外面 竟然有几个人摆起了地摊 推销汽车零件 这几个摆地摊的人 正是鲁冠球和他的几名职工 从60年代末算起 十几年来 鲁冠球的修配厂 靠生产镰刀锄头 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 一步步向前挪近着 1979年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国民经济要发展 交通运输是关键 鲁冠球敏锐地判断出 未来中国汽车行业 将大有可为 他砍掉其他项目 专攻汽车配件万象杰 万象杰是汽车驱动系统 万象传动装置的一个部件 安装在既负责驱动 又负责转向的前桥半轴 与车轮之间 当时在汽车零部件中 属于易损零件 鲁冠球之前也曾经生产过 农用车上的轴承 万象杰的本质上 它是由四个轴承 加一个链 这个设置轴形成的 这中间并不是太难 那么汽车公司 要我们试试 能不能个性建设 那么我们就是 通过它那里的关系 拿来了投资 那么就靠使汽车的明明 试试了 靠着不断摸索和实验 鲁冠球终于生产出了 汽车用万象节 可是接下来寻找市场 又成了难题 改革开放之初 在原来传统体制的惯性下 国内各大汽车配件经销商 对乡镇企业的产品 还是心存疑惑 我们这种汽车车车车车车 省家不够给你斗技巧 都要是支持你了 好像我们乡镇企业 有一种什么产生病 卢冠球一直在艰难地 寻找各种途径 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得到山东焦南 汽车配件展销会消息后 卡带人拉了两卡车万象节 日夜兼程赶来参展 不料组委会 却以没有计划名额为由 将卢冠球拒之门外 展销会就在眼前 可大门却被死死关紧 怎么办 卢冠球索性在会场外摆起了地摊 向每一位路过的人介绍自己的产品 为了争取更多客户注意 他把产品的价格降低了20% 渐渐地对卢冠球地摊感兴趣的客商多了起来 他们开始询问起产品各方面指标 参数 可谁料想 卢冠球摆地摊的举动 却引起了会场内 一些所谓正规参展商的不满 那么等我来 心里不给平衡 他们在里面 把舌把碰下的摊 给我们生意不好做 贡献比较零的 但是为了做生意 如果我们生意不做 我们给他去炒的碗 炒脑 这些我们生意做不了 兜头泼下的冷水 浇湿了卢冠球全身 但并没有浇灭他心中创业的热火 几天下来 靠着展会门外摆地摊 卢冠球拿到了212万元的订单 这占了他们当年预计产值的三分之二还要多 我爸就是最喜欢这个院子 我爸所有单位里面做的一些决定 烦恼的时候 苦恼的时候 就是围着这个圈走 这座三层楼的房子位于鲁冠球祖宅的旁边 是鲁冠球在1985年修建的 在这栋楼房的前面 有一片种植着各种各样花卉的小花园 这是鲁冠球生前最喜欢独处的地方 他说这个圈里面一共是80步 他一共走路走几步他都知道 1983年前后 这片小花园还是一块农地 种植着一片苗木 鲁冠球全家人辛勤培育了好几年 打算苗木成才后卖了盖房子 可是有一天 鲁冠球突然将这片寄托着全家希望的苗木 抵押了出去 三分黑金的苗木是抵押什么 我失败了 我这个苗木进去 被你 1983年 当时鲁冠球创办的农机修配厂 已经更名为萧山万象节厂 名字虽然改了 所有制形式仍然是集体设办企业 鲁冠球名义上只是厂长 那段时期 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很多地方开始尝试企业承包责任制 鲁冠球为了获得经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权 决定承包企业 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妻子张金妹都不知道 我妈不知道 要到后面才告诉她的 她一点一点挤牙膏告诉我妈的 我妈说你不会又资本主义给尾巴的 我妈就特别害怕 不愿意让她就是一天到晚做这些 但是后面我妈反对也没用 我父亲的话 他对他认定的东西 他认为有些东西就应该去做的 就社会趋势性的东西他一定要去做的 我可以说他这个企业的发展 就是勇于改革 敢为人先的典范 他最早 把乡政区的承包经营者认识 明确了 产业关系 承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所有权性质 但毕竟对企业经营者的 责 权 有了明确约定 这极大激发了企业生产力 此后几年 万象结厂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益 一年 两年 三年下来都完成任务 原来以为是可能有几万块钱可以拿 结果结算下来有四十多万 四十万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 按承包合同约定 完成任务指标 除了上缴集体 承包人可以以奖金形式分得利润 但鲁冠球却没有把奖金 全部揣进自己的口袋 一年八万钱交给了厂里 第二年是十一万二 十万捐给 因为找了一所小学 一万二呢 买了国库圈 第三年是二十四万九 他全部都放弃了 我妈还是支持他 就觉得就是够了就行 你觉得能给家里多少就给多少 没有就没有呗 我妈也还是 当时拿得多了也挺害怕的呀 也不敢多拿呀 给吓怕了呀 这张照片是鲁冠球的爱人张金妹 她和丈夫从开铁匠铺时 就在一起共同创业 后来一直在厂里车间 当一名普通工人 直到退休 那么2018年呢 我们总共要引进 计划引进是222名 公司管理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近几年他们不断抬高 人才引进的门槛 但想进万象集团的英界毕业生 还是越来越多 往往几百甚至上千人中 才能招收一个 这种状况与30多年前相比 可谓天壤之别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 经过几年的培养 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相继学成毕业 此时正赶上鲁冠球 承包企业的初期 急需人才 可统招统分的高等教育制度下 作为乡镇企业 很难争取到大学毕业生 1984年6月份 高校毕业生分配在即 鲁冠球决心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引进人才 这一年里 拿出了2万4千块 6千块一个大游戏 给他们引进来了 6千块 在当时 普通职工月工资 只有几十元 2万4千元 绝对撑得上是一笔 很大资金 不过 卢冠球还是毫不犹豫地 拿了出来 换来了四个大学毕业生 分配名额 这下 卢冠球乐坏了 他让厂行政科长 无论如何 也要腾出两间房 还买回四辆当时高档自行车 并指定要永久排 寓意让四位大学生 永久地留在厂里 刚好 这一年上级奖励 卢冠球一台彩色电视机 当时自己家里 还没有电视机 卢冠球却直接把电视机 给了新来的大学生 那么把这支执帘里 奖励以后 我没有拿到家里 拿到白宫的这件 送给大学生的设施 我都想我大学生 要给他们留的字 那么要有个好的管制 为了提高员工的 整体技术水平 卢冠球还招收了 一大批高中生 由厂里出钱 送到大学委托培养 后来 这批人中很多 都成了企业的骨干 现在万象集团 副总裁管大员 等公司的管理人员 都是这批人当中的佼佼者 工作分配合理性 休日分配合理性 员工就有这个东西 他拿了一千万 他拿了一个亿 他为谁为创造的 可能我要加十百年百几十百 只有这批人上去了 下边都会跟上去 大家跟上去了 这区根本目的就是为了 把这身材的 我们叫做个人都让一方天生 人都打一把手 1991年 鲁冠球的身影 出现在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 照片上的鲁冠球身穿中山装 胸前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 这是那个时代当干部的标准衣着 有所不同的是 鲁冠球的手上 还拿着一支汽车配件万象节 这时的大洋彼岸 已经开始注意到 乡镇企业正在崛起 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是小办公室 就这么小啊 是啊 那个是大门口的 是吗 最小的那个 在鲁冠球的办公室里 放着一尊铜制雄鹰雕塑 熟悉万象的人大多都知道 这个熊鹰背后 有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 美国舍乐公司 是一家跨国汽车部件销售公司 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建有销售网络 在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中排行第三 80年代中期 舍乐公司来到中国寻求合作伙伴 看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的洋品拿过去 他就来做四年 你看我们生产业长 他可以 那么买我们的产品 1984年8月 万象第一批一万套产品 发往大洋彼岸 创下了中国汽车零部件 出口美国的先例 当时浙江大学有个教授 他就这样讲 他说你们这个汽车零部件 能够出口美国 意味着就是美国的失措 打入了我们杭州 杭州失措制度 万象产品质量过硬 价格又相对低廉 舍乐公司采购后 在全球市场销路非常好 双方确定了长期合作意向 1985年 鲁冠球应邀到美国考察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到了85年的时候 到了美国 欢迎吧 他的中文了又英文了 英文我不认识 中文我认识 那么他们翻译也到了 翻给我们看了 欢迎我们 这看到一个中华省民国 过去给我们申请 他给我们介绍的了 那么当然我们心理各道 他比较自豪的 那种内心的钱 当时确实也是个儿戒 当着给一个开放这个政策 鲁冠球回国后不久 舍乐公司便向鲁冠球 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 万象产品 由舍乐公司包销 所有产品只能卖给舍乐公司 不能卖给其他公司 这个动议看起来很不错 但鲁冠球却有着自己的盘算 万象的产品刚刚走出国门 到全球市场上去竞争 如果有舍乐公司包销 就会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决定权 等于万象的未来 要由舍乐公司牵着鼻子走 思量再三 鲁冠球回绝了舍乐公司 舍乐公司它就要向我们 如果说你不让我经营 我只好不要你的产品 舍乐公司愤而离去 随后削减了原定合同 一半以上的产品订购 这造成了万象公司 几十万套产品的积压 企业已时陷入了困境 但是我们没有气馁 舍乐公司走掉的这两年当中 我们不光是美国市场 南美市场 欧洲市场 都进行了开拓 海外市场也进一步打开 离开万象后 舍乐公司在印度 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 但由于质量问题 产品被美国海关拒收 思前想后 舍乐公司又一次来到中国 它在1987年的时候 它是拿着那个鹰 一个鹰的雕塑 精通铸造的一个鹰 很虚虚如生的一个美洲鹰 然后就找上门来了 这个鹰也是 这个不屈不扰的一个象征 也是一个强大的象征 所以它拿着这个鹰回过头来 鹰的头皮 所以我们还是进一步合作 更为戏剧性的一幕 发生在13年后 2000年 舍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 濒临倒闭 而并购舍乐公司的 正是万象集团 把他们这个公司里 学个股的预和里 他们给我写了封信 这是过去我们到你那里的 定空的时候 你为了一个食营车 现在我们上岸了 我正在要到学压去 这一句大书 金先生你是不是给我搞一个食营车 送我一个食营车里 到学压里我可以去食营车 这个事情我看到 这个的心理非常难 不是高兴 知道我不是高兴 我是男人 买了两辆国内最好的运动 这个自行车 咱们送到美国 就给舍乐兄弟 后来他卸到了几个 非常高兴 经过最好的食营车 鲁冠球让人将舍乐公司 送来的雄鹰雕塑 进行放大再造 并将其矗立在 万象集团的大门口 他时刻提醒每一个万象人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 搞企业必须居安思危 我是万象集团的鲁冠球 是一个农民 我是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现在工作在农村 我要通过发生生产力以后 是为农民 为农业 为农村 做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鲁冠球先生 在每一次公共场合 曾经一直想成为工人的鲁冠球 从不讳言自己是个农民 而他企业发展壮大之后 也时时刻刻想着要为农民做点实事 他很简单 他说他是农村人 虽然说从小到大 他也没有干过一天农活 但他觉得农村就是 可能要看过一些国外的 可能看过农场吧 他可能有自己的感觉吧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想做贡献吧 社会责任吧 他不是挂在嘴巴上说的 到有一定的规模的程度以后 他就开始考虑 什么带动农民共同持福 工业创收 反补农业 在这种理念支撑下 鲁冠球在农业养殖 种植方面 曾经做过多种尝试 但效果并不理想 那就不断地投 因为早期从83年84年就开始投 后来到失败 到86 87再投又失败 88 89又投又失败 所以有朋友跟他说是 礼败礼赚 礼赚礼败 我们到99年底 我们累计亏损是19点而已 全部都亏的 连年亏损 连年追加投资 这让当时已经出任万象集团董事局首席执行官的 卢维鼎很为难 他不止一次地向父亲卢冠球提出自己的看法 99年那年我们做年报的时候 我就去跟他请私去 我说这东西你不能再搞了 农业 他说为什么不能再弄 那我说你本来一个人你好好的 你只要管机械行业或者管个工业 突然之间要把你逼成全财一样 你要懂猪是怎么样的 懂养育怎么样的 你要懂果树什么等等内容 那不是都要全财了吗 那他当然就很严肃了 早期的多次失败 让鲁冠球逐步摸索出了一套 工业反补农业的思路 一是通过投资 第二个有专业的团队去经营 现如今万象控股的几家 大的和农业有关的公司 都是这种思路的结晶 浙江省远阳渔业集团 属于国有全资公司 2002年企业进行分制改造 万象集团收购了这家公司 现已更名为大洋世家 我们大概做了五六个业态 结果现在看来通过这五六年的 这种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提升 2017年的中端销售 也已经是超十个亿了 这个路就对了 社会的农民也特别多 这样既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又能给农民带来收益 所以两个目标都达到了 2017年 由万象集团制造的 新能源汽车卡马 在美国上市 雕制着万象造出了 属于自己的新能源汽车 专业者来说应该明白 美国车上市的标准 跟另外好多国家的标准不同 它是最严格的 而在鲁冠球的规划中 并不局限于新能源汽车 作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企业家 鲁冠球在新的领域内 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和创新举措 早在20年前 他已经规划了 一个更大的项目 他自己定了一个 叫万象创新聚能城 这不是一个工业产区 当然更不是房地产 他认为 拮据的是 你可以围绕能源 新经济的很多方面 一定要拮据科学家 创业者 投资者 事业家 2015年 万象集团正式启动 万象创新聚能城建设计划 今后5到7年 万象计划投资2000亿元 推进方圆10平方公里的 万象创新聚能城 但它的原话说 我们能够让天更蓝 水更清 地更绿 空气好 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发展的 企业的一个价值所在 所以我们的创新聚能城 也是秉持这个理念 同时变成一个生态宜居的 一个未来的一个城市形态 要让城市和我们的创新 和我们的产业 能够三者互动 有机融合 这个方案提出以后 有人说这是创举 也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 但和以往一样 鲁冠球并不在意和理会外界的声音 他决心要喝 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的第一口水 鲁冠球从来不满足于现场 不安于现场 他这种强大的不满足于现场 不安于现场 他从来也没有停止 万象鲁冠球成为企业界的 长青藤 长青树 就是靠永不停不断地改个长学 这种许记事 鲁冠球是勇敢地藏了的 每年的7月8日 是万象集团的成立纪念日 2017年7月8日 鲁冠球病重在美国接受治疗 他通过远程视频 向万象的全体员工发表讲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前堂江畔 人们再也无法寻找到 从前破旧的铁匠铺 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 现代化流水线车间 一阵阵机器高速运转的轰鸣声 每天做一件事 一样做一件新的事 一年做一件大事 我的一身当中怎么样做一件大事 我就是把这个幻想 叫它半口 你一切都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